教育部推動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的第一類計畫 就是透過評估各縣市偏遠學校狀況 就行政、教學、教材與師資實務操作 以實驗教育進行轉型輔導 由於每間學校的實驗方式不同 12號教育部就特別以工作方形式 讓實驗教育學校相互交流經驗和成果 以民族教育為例 像是屏東太武國校 就成功透過重新編寫 以原住民族文化為本的教材 發展全國第一套完整的原住民族課程 成為其他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想要跟進的目標 另外也有五間偏鄉小學 選擇以活年教學為實驗方式 包括高雄寶山國校、嘉義豐山國校 台中中坑、東辨國校 以及苗栗的南河國校 而南河國校校長就暢談經驗 認為師資團隊的整合也相當重要 我們主軸是在混零教育 那這個部分對縣子老師最大的挑戰 就是教學法完全不一樣 對於我們老師的教學的方式、流程、過程當中 老師是重新去思考 怎麼樣才會對我們偏鄉的混零教學方式 更有幫助 所以我想一個新的教學法帶進來 最主要是老師們願意 希望有更多的原住民的小學 能夠善用從去年底 已經通過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給予的這種實驗的空間 跟各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原鄉的地方要長久的發展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方式是相當有用的 因為原住民族教育有別於一般教育 具有文化語言傳承的重要性 學者認為通過通過實驗教育三法 推動民族教育並不困難 期待未來在原住民族地區 有更多成功發展民族實驗教育的學校 進而達到教育自治的目標 記者大陸特別視採訪報導